有许多成年人在您孩子的学校工作 每个成年人在支持您孩子的教育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您孩子的认课教师是您孩子每天会与之互动的主要成年人 认课教师负责学生的教学 如果您想谈论您孩子的成绩、课堂行为或整体健康状况 您可以联系您孩子的教师 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遇到困难 您也可以请求额外的帮助 一些学校可能有ESL教师来教授英语学习者 ESL教师将帮助您的孩子学习英语阅读、写作、听力和口语 校长是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校长负责制定于学校规则和学生纪律 相关的决策 一些学校可能还设有一名助理校长 帮助旅行校长的职责 学校办公室可能设有一名或多名秘书 如果致电或访问办公室并提出问题 秘书可以帮助您联系相关负责人 辅导员是负责在学校学业上和情感上帮助学生的成年人 如果您想谈论您孩子的学业计划、课堂、行为或整体健康状况 您可以联系您孩子的辅导员 学生也可以安排时间与辅导员探讨 讨论自己的担忧 与辅导员讨论的任何话题都是保密的 图书管理员在学校图书馆工作 您的孩子可以去图书馆借书或使用计算机 图书管理员有许多资源 可以帮助您的孩子完成学术项目 如研究论文 家长可以要求免费口议员服务 口议员会帮助您与学校工作人员交谈 所有学校都有行为规范 教学楼中所有成年人都有责任落实积极的行为规范 如果您的孩子不遵守成年人的指示 则将会面临纪律处分 学校的所有成年人都会帮助您的孩子顺利完成学业 1个4个5个8个ہ 听影片 ⑦ 1个6个8个9个8个9个黄金